当公司来了个富二代 你看我这手链好看吧 纯淫的 真好看 肯定很贵吧 杨子啊 你这手链造型挺独特呀 这不就是几个回心针吗 杨子你真逗 买不起手链 就买几个回心针评到一起 你们在说什么呢 老板 你看杨子多虚荣啊 没钱还用回心针 做个手链带着 这要是去见客户 还不得被笑死啊 你们别老是欺负杨子 他不懂你们就多带带他 他在客户面前出丑 那不也是公司的损失吗 还有啊杨子 我知道你是想好好打扮一下 自己去见客户 可是你用这回心针 做手链有点太掉价了吧 你这样怎么出去见人呢 老板 我这个手链不是做的 这是我买来就这样的 还花了我好几千呢 杨子 那你肯定是被骗了 用回心针的 怎么弄好几千呢 我那个纯淫的 也才不到一千 是吗 那可能奢侈品 从来不骗穷人吧 我这个是提出 你回心针手链 当公司来了个富二代 杨子 你钢丝球借我用一下 我要去洗碗 小张 你的要不要我帮你洗 哎呀我那是手链 不能用来洗碗 你开什么玩笑 不想借就只是说 一个钢丝球 还说是手链 说不定还真是手链 我看你家是穷的 接不开锅了吧 用钢丝球当手链 都干什么呢 吃饭还堵不住嘴 老板 我们找杨子借下钢丝球洗碗 他不想借可以直说 竟然忽悠我们真是手链 对呀 杨子帮我们当傻子呢 老板 这真是我的手链 没想到杨子家这么困难 钢丝球拿来当手链 杨子 这二百块钱给你 你去买一个银手链吧 这个你就去刷碗吧 把钢丝球带手上 把手都抹坏了 老板 这二百我不要 我只要我的手链 杨子 你是不是傻呀 这二百块钱 能买不止一百个 老板 你是真不懂时尚啊 我这个是 提夫尼的钢丝球手链 二百块钱 只能买它上面的一条铁丝 当公司来了个富二代 杨子 咱们公司那个保安张书 怎么回事 今天又请假了 这个月都已经连续请了十天假了 他到底想不想干了 老板 保安大叔他身体不太好 之前检查出了血脂异常 好像心脑血管有问题 行 那我知道了 这些钱你拿去 买点营养品去看看他 好的老板 大叔 身体好些了吗 今天还好 我这是老毛病了 张叔 这是您的工资 老板 这是 一会儿收拾收拾东西回家吧 老板 你可别开除我呀 我不能没有工作 最近我知道 没少请假 给你添来不少麻烦 看给你下的大叔 老板这是给你放一个月的假 让你回去好好休息 工资还照常给你发 真的吗 大叔 你回去就好好休息 顺便再把身体检查一下 时时多吃点营养品 上次我让杨子带给你 那些都吃完了吗 你说的那几个芒果 我早就吃完了 怎么回事杨子 我给你那么多钱 你就买几个芒果 对呀 杨子你现在行啊 都学会私下苛扣钱了 我苛扣什么呀老板 我那个是太阳蛋芒果 我自己还搭了不少呢 当公司来了个富二代 恭喜杨子 成功签下李总的大订单 小王 你得多跟人家杨子学一学 杨子才来一个星期 就搞定李总的大订单了 才来几天 就把这么大的客户搞定了 指不定是用了什么手段呢 我看杨子 最近跟李总走得可亲近了 杨子你不会是办事大款了吧 你们别胡说 我看你们就是吃不着葡萄瘦葡萄酸 你们就是嫉妒杨子 老板我可没有胡说 我那天下班前 也看到杨子上了李总的车 杨子啊 订单固然重要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订单 毫无底线呢 老板你说什么呢 因为李总他喜欢射箭 刚好我对射箭还有点研究 所以我每天下班的时候 都会去射箭馆教教李总 也正是因为这样 李总才会给我订单的 就你还会射箭 我看你连弓都拉不开吧 我可以给杨子证明 那天刚好约了朋友 进到附近打麻将 看到你杨子再教你一种射箭 杨子的技术确实不错 原来是这样 杨子 看不出来你还会射箭呢 挺厉害呀 这跟我的家庭有点关系 我是少数民族的 从小就跟家里人出去 骑马打猎 那你是哪个民族的 我是西伯族的 当公司来了个隐形富豪 小张 总共咱们去BBQ怎么样 好啊 对了 把杨子叫上吧 他人傻爱干活 杨子 杨子 总共一起去BBQ 好啊 对了杨子 你家不是养了鸽子吗 把你家鸽子带来跑啊 这不合适吧 我家一共就那一只鸽子 而且我爸天天拿它当宝贝一样 看你那穷酸样 给你钱行了吧 我花钱买还不行吗 那我问问我爸同不同意吧 杨子 不是我说你 你家农村养鸽子 那么困扰了 还买苹果14 一点都不会家里节省 真的是 我这个是在拼多多上 9块9抢的 9块9抢的 山寨鸡吧你这是 这是真技 现在拼多多数码补贴机活动 只要9块9就有机会秒杀苹果14 还是全新正典 支持全国联保的 怎么抢啊 我也试试 点击左下角连接就能参与 我现在就下载 小赵 你还是别买了 就算我爸同意了 你也买不起那个鸽子 杨子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一只鸽子我还买不起 你以为我家跟你家一样圈啊 我家市中心可三套房呢 主要我家的鸽子 不是一般的鸽子 就算你把你家市中心的房子卖了 估计也买不起 杨子 我看你平时人挺朴实挺好的 你现在怎么学会吹牛的呢 我没骗你们 你们上网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上还能收到你家鸽子 对啊 我家的鸽子还有名字呢 他的名字叫阿曼多 什么破鸽子 啊 娘子 大家都在努力工作 就你有手好闲 公司不养先人啊 老爸我 行了 看你是新人 多跟老员工学学 这里有20个订单 先简单的做 好的老爸 老爸你找我 娘子 这些订单都是你做的 是的老板 娘子 做人要诚实 你一个新人 能搞定这么难的项目 说到底谁给你做的 老板 这些真的是我做的 这些都是公司 长期没有谈下来的合作 你说这是你做的 对啊 是你让我挑一些简单的做 这个是我妈公司的项目 这个是我爸公司的项目 这个是我二舅公司的项目 这个是我小叔公司的项目 这些都是我一个电话 就搞定的事 还有比这个更简单的吗 嗯 养子 你看看你这个考勤 天天迟到 没有一天不迟到的 老板 我这不有四天没迟到吗 你可真好意思说 那四天是休息 你就不能跟人家小王 学习学习吗 人家自从来到公司 从来就没迟到过 老板 小王就住在咱们公司对面 他走路上班五成钟就到了 我家旅公司要一个小时呢 不对啊 小王 你之前住的地方 不是离公司很远吗 什么时候搬到公司附近的 老板 我最近交了个女朋友 我女朋友看我 每天上班的路程太远了 觉得我太辛苦了 所以我们就一起出钱 在对面付了个首付 买了个房 这样每天下班 就能早点迟到 他给我做的热腾腾饭饭菜了 天哪 小王你女朋友也太体贴了吧 什么时候交了女朋友啊 之前不是还单身的吗 我跟他是在爱聊同城上认识的 一开始也只是注册完完 但是没有想到 一上线就给匹配附近的单身美女 女生都抢着打招呼 不用加好友就能聊 当时还是他主动约我出来的 聊了几天就出来了 见了面确认了关系 真羡慕你啊 小王 杨子 要不你也在公司对面租个房子 这样你上班就不会迟到了 不行啊老板 你就对面那栋楼 最大面积的才200平 我住不习惯 要不你把公司搬到我家旁边去吧 这样我就不会迟到了 你当公司是你家开的 想搬就搬 我直接搬你家就得了 老板 你搬我家屋里也行啊 正好我家楼上30多层都空着呢 你随便用 哈哈 我看还是算了吧 我这刚交了房租 不然房租不白交了 喂爸 你把我们老板刚交的房租退给他 我租的这里是你家的 整个大楼都是我家的 当公司来了个富二代 你好我找一下杨子 你好请问你是 我是他男朋友 不用叫我了你回去吧 我家里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我们分手吧 你们看到了吗 早上来找杨子那个帅哥好有钱啊 开的都是卖巴赫 条件这么好 那杨子为什么拒绝人家 这里就不知道了 杨子是农村的 他肯定觉得配不上人家呗 也是哦 门不当户不对的 以后去了婆家肯定不好过 还是不要高攀的好 老板 您找我什么事啊 杨子 我相信最近公司的一些流言蜚语 你应该听到了 老板我 杨子 大家说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自己的想法 现在都21世纪了 哪有什么门当户对 你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虽然你出生在农村 但是你也很优秀啊 你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 现在又有这么好的工作 你要善于发现自己的好 相信自己 老板我当然知道我很优秀啊 只是我父母觉得他一个城里的 什么都没有 我们家虽然在农村 但是每年村里的分红都有上千万 我父母平时在村里打打麻将 打发打发时间 躺着就能赚钱 我妈当年就是从我们隔壁村 嫁过来的 现在我妈回娘家窜门也很方便 分红这么多 你家是哪里的 我家在广州列德村啊 那你妈妈是隔壁 我妈是隔壁险村的